走到了草莓洞里面最厉害的机关 这个下面吗 对 就在各位脚下 这下面是什么 它是一个翻板 那你现在看上去它是一个平铺的木板 其实它在这个下方 你别动啊 你是我机关吗 我以为你要开了 我也以为 那么这个下面它是一个木轴去控制的 相当于我们过去索瓦的翘翘板一样 踩中左右两边都会往下掉 来多少掉多少 这个深度在过去咱们的专家测量呢 大约在十丈左右 三十米 很深很深 你说现在这底下有三十米 对 所以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里面它是床边洞里面 相对来说最厉害的机关 但是今天是加固过 不用担心啊 而且它翻完以后 它马上回复到平的形状 就是这个最厉害 太厉害了 这个这个太吓人了 这里呢就是一处神网症 叫做软神症 这不叫天网 哦 巨网 它的杀伤力并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作用主要是跟敌人打心里这样的 通过前面的机关和陷阱来到这里 你看上去它非常好走 但你也不敢贸然前进了 它觉得前面还有东西 对对对 通过神网症 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是各位要做出生死抉择的一刻 哦 生死门 你不知道生死门 生死门 我们会看到中间的一扇门控制着两个动荡 它呢一左一右会决定生死 在过去死门的话 它就会重变而亡 都有埋伏还是它实际上的机关 它脚下会有机关 机关踩中之后 旁边的墙壁上会有利剑射出来 接下来你们自己选择一下 易老师你来选一个 哇 生死门你带我们走 我这个 这个压力太大了 右边 左右边 右边 首先呢恭喜我们的专员选择了一条死门 恭喜你 你又死了 在古时候 我们所谓的咱们的中国大汉民族在过去讲究 左生又死 哦 左生又死 对 一边设置为是左边为生门 右边为死门 我们接下来去的是另一处陷阱 镰刀症 现在咱将它叫做鬼手症 哎 看到了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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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易老师已经看了 被吓到了 真的是真心被吓到了 这个是真是 它呢在过去放置的是一些 妥有剧毒的镰刀 那么各位可以想一下啊 就是如果我们是敌人的话 那么我们进来之后 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我们会扶着抢走 一旦扶着抢走 镰刀会把敌人的腿割伤 越走越矮 重度身亡 越走越矮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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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